教材就是我提供的那个就可以了 至于我讲什么 那个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难道我要把讲稿都 一字不落都分给你们吗 常常遇到网上有这样的人 企图教要义能不能把原稿分给你 这种活在盗版成为习惯的国家 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他意思就是你卖这个菜的时候 你家的祖传秘方是什么 把那个秘方给我一份 这个意思 懂不懂这个概念 然后有一些传道人 他们就懒得准备讲章嘛 说是自己学习 拿了你的稿子 他就去直接去 去加上自己的理解去讲 结果害的他 其实也不好好预备讲道 我一般都不会把自己的讲稿 分享给别人 为什么呢 稿子是自己整的那个东西 你发出去 自己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发出去 然后害的别人也懒 学的话好好听就行了 是吧 当然读和听又不一样 但是讲是位格性的讲 他感化力还是不一样 光看的话 其实很多都是那种功利主义 应试主义 迅速的五分钟浏览一遍 是获得情报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 这个和听道不一样 所以现在中国基督徒都是那种快速的 去搜集情报的那种 应试的那种学习方法 好像有效果 迅速可以获得一些情报信息 现在大家都忙 但是问题是 你真的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恩典 我个人是坚决的跟这种污流是逆行而的 如果这些神学院里面也是这样的话 那还有什么希望 传道人都这样写 有些世俗的文化一定要抵制 那背后的一些东西 不然的话 那教会整个就沉沦了 因为传道人的灵性也是这么操练过来的 平时忙得要命 临时找几本书 超几段经文 超几段 然后就讲道 加上自己的平时的那个天花乱晋的 天马流行的那种想象力 中国人这个是有这方面财富 每一个传道人只要拿了一本书 管他 他严没研究是不是这个专业 有没有那个实力讲 都可以拿一本书来讲 很危险的 那自己解释的错了怎么办 自己都没有深入的这个领域专入研究 然后就拿来书就开始讲 网上有的是那种 还有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那种盗版的书 盗版书不只是PDF盗版 还有那个随便把一本正版书记录成音频 在网上发也是属于盗版 这个都是没有概念的 好像造就中国教会什么 白白的拿来白白的舍去 都是胡扯啊 中国那种强盗的逻辑 没有概念 以前是没文化的人多 没有概念就罢了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渐渐的有人在谈论版权的问题 这种土匪的毛病应该改一改 尊重版权 人家出版社出的书 你就随便拿来读 然后你是 不一定非商用 但是那是侵权 没经过版权出版社任何批准 就随意的以任何形式 把这个书籍就给搞成这种免费的了 那出版社的黄摊了 你以后可能没有书去这么盗版了 所以现在基督徒追求灵性 但是一些常理的东西不懂 这个怎么办 基督教的真理和常识都要教 这是我做传道人 一开始就坚持的原则 不管是教导 还要教育 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常识 教导他基督教真理的同时 也要教育他 基本的常识 法律等等 不然的话 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们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跟和尚和僧侣没什么差别的 不食人间烟火的 他们的思维都是另一个世界的 这个另一个世界不是那个彼岸 是上帝那个将来再临国度的属天的 如果那样还好了 就是非常俗 但是又不合乎常理的 抢你还得 还得让你感恩戴德的感谢主 我甘心愣意奉献给你 就那样式的 能没有啥意思吧 那盗版了吧 然后还说 为什么强调版权 你们都是那个故宫 白白得来的要白白舍出去 为什么要强调版权 你们都是贪财 懂不懂常识 是吧 这种脑子 这种真是 站在讲坛上 讲点正常的道理 不光讲天上的 讲地上的也要讲 要普及小学教育到初中到高中再重新普及他教育这点耗费多少的时间 所以传道人不要胡舟八咧 有些人广讲政治讲的太地上了 天上的事 福音的事不讲 那有些人天天讲属灵的事 地上的事都不教 信徒听了这些属灵事不知道脚怎么卖 地上的事怎么去应用活都不知道 具体诚实政治体现的什么 尊重版权开始 具体一点 不然的话 光讲诚实政治 然后不知道跟版权有什么关系 这是尊重财产私有志 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基督的恩典白白给我们 但是那个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 基督付出了代价 上帝只不过把这无价的白白给我们 这个逻辑 但是有的人总是拿这个白白的 他根本不知道白白的背后付出多少代价 那是恩典白白赐给我们 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都是需要付代价能获得的 我们用的电水 是吧 所有的什么公路 所有用的 享用的一切 医疗设施都是背后有无助的人付出的 有一些是社会福利 让我们以低廉的价格去享受 但是背后是有代价支出的 什么东西都要付代价的 就像大家来上学一样 付学费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虽然大家付的这个学费是跟 应该付的这个代价是不相称的 那都是恩典的嘛 两千块钱一个学 一个学期 上哪去学 对不对 所以从各位开始 那种思路一定要改啊 没有什么应该的 老师为什么把奖宴案分给你 给你们 应该分享给你们的 顶多是参考书 或者是奖义大纲 奖宴案完全给你 这是任何学校都没有这个义务的 顶多是分给简单的 那个纲要什么的 不给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自己去总结 老师讲和推荐你阅读的书 是可以不一样的 但是老师讲的肯定比你阅读的 更加丰富嘛 对不对 那老师讲的和你看的书一样的话 所以中国教会要想真正实质性的复兴 不只是数量的复兴 从品质开始 传道人开始 就是有那些正念 不管是做个温柔的善良的好人 正确的观念 无论是属灵的还是一般常识的 我们先端正了 我们有概念了 教导你教会的信徒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 做正类八经的人 正常的人 懂常理 又懂属灵原则的人 这样的人活在世上 既受人尊重的同时 他们又发现 你活得又超越我们 这样才能起到光的严重 跟大家一样 都玩盗版的书籍 都爱占小便宜 都没有常识的话 我们拿什么去照亮别人呢 我们跟别人一样 是需要被照亮的存在 然后我们在教会里所学的东西 跟现实都是脱节的 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这个都是孙悟空 都坐着金斗云 腾云家务 不着急不接地气的 这样怎么去影响社会 所以大家的责任很重 从现在学神学 改变自己的同时 观念 同时有一天 你去能够影响别人 让他们也透过 你们的教导去影响 然后他们在社会上 才能活出不同的生活 这样中国教会才有希望 不然的话 都是一些乌合之众 你看看网上的乌烟脏气 连正常的思路都没有 指望这些人去为主做见证 省省吧 真的是省省吧 别给耶稣磨脸 到哪都别说你是信耶稣的 你一说这个反而 人家就 是吧 那就完了 对不对 某种程度 整理差不多了 再做见证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不要传福音 但传福音 之前先做一些基本的预备 不然一张嘴就被人堵嘴 一张嘴就被人讥笑 为什么 我们自己做的也不怎么好 对不对 虽然我们的生活本身不是福音 但是做见证的基础 是我们自己先有 某种程度 这个悔改的痕迹在我们身上 不然的话 一方面撒着谎 在那个地区已经恶名昭著了 我在我那个家乡 真的有那样热心的基督徒 看着好像很热心 到处传耶稣 然后撒谎了屁的 人家都瞧不起他 这个人又骗又坑又拐的 然后张嘴闭嘴 感谢耶稣 然后信耶稣吧 就这种人是对教会的破坏力最大的 好像热心 但是羞辱耶稣的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修身养性先把自己给修了 一些东西悔改的果子结出来 然后与之相称的去见证这位耶稣 不然的话 就一桩嘴皮子 然后传耶稣 然后乌烟脏气的这个脏兮兮的生活 反而我们的信心就被我们的那个坏的见证 直接给抹灭了 不但不能荣耀神 反而是羞辱神 这是今天中国教会面临的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 第一就是常识的恢复 第二是真理的恢复 作为一个正常人 属灵人在这个地上活着 才能够荣耀神 是吧 要跟大家讲那个心里话太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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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